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年需要在家乡里才有味道 纪律凄凉 到了年夏只有长许短叹的份儿 还能有半点欢乐的心情 而所谓家 至少要有老小两代 若是上无双亲 下无儿女 只剩下抗力一对 大眼瞪小眼 相敬如宾 还能制造什么过年的气氛 北平远在天边 图影梦想 同时过年风景 尚可回忆一二 继造过后 年关在尔 家家忙着把西香炉 西腊签 西果盘 西茶托 从珠网尘封的箱子里取出来 做一年一度的大擦洗 宫灯 沙灯 牛角灯 一起出笼 年货也是要及早备办的 这包括厨房里用的干货 拜神祭祖用的苹果 干果等等 屋里供养的牡丹水仙 孩子们吃的粗细杂半 密贡是早就在白云罐定制好了的 到时候用纸壶的大筐楼 一碗一碗的装着送上门来 家中大小 出出尽尽 如种风魔 主妇当然更有额外负担 要给大家制备新衣 新鞋 新袜 袜 尽管是布鞋 布袜 布大衫 总要上下一心 吃是过年的主要节目 年菜是标准化了的 家家一律 人口旺的人家要进全猪 连下水带猪头 分别处理下宴 一锅炖肉 加上蘑菇是一碗 加上粉丝又是一碗 加上山药又是一碗 大盆的芥末堆 鱼冻 嫩皮辣酱 成刚的大烟白菜 芥菜疙瘩 管够 初一不动刀 初五以前不开事 年菜非囤积不可 结果是年菜等于剩菜 吃倒了胃口 耳厚意 好吃不过饺子 舒服不过倒着 这是乡下人说的话 北平人称饺子为主波波 城里人也把主波波当作好东西 除了除处夕宵夜不可少的一顿之外 从初一至少到初三顿顿主波波 只把人吃得头昏脑胀 这种疲劳填充的方法颇有道理 可以使你长期的不敢再对主波波望动食指 只等到你淡忘之后明年再说 除夕宵夜的那一顿还有考究 其中一只要放进一块银币 谁吃到哪一只主交好运 家里有老祖母的 年年是他老人家幸运的一口咬到 谁都知道其中做了手脚 谁都心里有数 孩子们需要循规蹈矩 否则变成了野孩子 唯有到了过年时节 可以慕恩解禁 任意地做孩子状 除夕之夜 院里洒满了芝麻结儿 孩子们踩踏着 咯吱咯吱响 视为踩碎 闹得精疲力竭 睡前给大人请安 视为瓷碎 大人摸出点什么 作为赏金 视为压碎 正是一年复始 不准说丧气话 见面要道一声 欣喜 房梁上有对我身材的横批 柱子上有一如新春万事如意的枝条 天棚上有紫气冬来的斗方 大门上有国恩嘉庆 仁寿年峰的对联 墙上本来不大干净的 还可以贴上几张年画 什么招财进宝 肥猪拱门 都可以收不必之效 自己心中想要获得的 写出来画出来贴在墙上 抚养之间仿佛如意算盘 业意实现了 好好的人家 没有赌博的 打麻将应该到八大胡同去 在那里 有上好的骨牌 硬木的牌桌 还有家力环裂 但是过年 则几乎家家开赌 推牌酒 壮元红 呼腰喝溜 老少嫌疑 进赌的开放 可以延长到元宵 这是唯一的家庭娱乐 孩子们玩花炮 是没有腻的 九龙寨的大花盒 七层的九层的花样翻新 只把孩子看得瞪眼炸舌 冲天炮 耳踢脚 太平花 飞天七响 炮打襄阳 还有我们自以为值得骄傲的 可与火箭媲美的起火 从除夕到天亮 彻夜不绝 街上除了油盐店门上留个小窟窿外 商店都上板 里面尝试锣鼓齐鸣 狂雷乱敲 五板无眼 据说是伙计们在那里发泄 鸡仔一年的怨气 大姑娘小媳妇都擦枝抹粉的 全出洞了 三河县的老妈儿都在头上插一朵 颤巍巍的红绒花 凡是有大姑娘小媳妇出洞的地方 就有更多的矛头小伙子乱钻乱挤 于是厂店挤得水泄不通 海王村里除了几个露天茶座 坐着几个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 并没有什么可看 但是入门处能挤死人 火神庙里的古玩语气摊 土地瓷里的书摊画棚 看热闹得多 买东西的少 赶着天晴雪季满街泥泞 凉风一吹又滴水成冰 人们在冰雪中打滚 甘之如鱼 喝豆汁旧咸菜 琉璃喇叭大沙样 对于大家还是有足够的诱惑 此外如财神庙 白云冠 雍和宫 都是人挤人人看人的局面 去一趟 把鼻子耳朵冻得通红 新年狂欢 拖到十五 但是我记得有一年 提前结束了几天 那便是民国元年 英历的正月十二 在普天同庆生中 袁世凯搜使北军第三镇 曹坤驻陆米仓部队滑边 略结平津商民两天 这开国后第一个惊人的年景 是我到如今不能忘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